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绍世界奇妙大冒险 世界奇妙大冒险是一款二次元幻想风卡牌轻策略的战绩手机游戏 玩家将扮演年轻的火焰魔法师 意外的传送到奇怪的神秘世界 为了返回原来的世界 运货伴们一起冒险的故事 游戏的玩法就是可爱的RPG类型 玩家可以在小地图上自由探索 遇到该物的话就会自动进入战斗 而玩家将在5×3的格子内安排人物上阵 一开始以为是简单的战斗 不过在安排人物的时候 需要依照本身的角色职业去做安排 另外的部分还能自行调整战斗的顺序 在初期的时候只能使用一个技能 而到后期就可以携带两种技能 另外也会有其他的技能可以更换 而每个角色在使用技能的时候 都会进入子弹时间 玩家在策略上面就更加轻松 战斗也就变得更加烧脑 除此之外游戏也加入了入来元素 每个小关卡结束后 都可以选择一个装备 给互方的角色穿着 到底是魔法师的攻击重要 还是前排的肉盾 就看玩家的抉择 拥有52个各具特色的英雄 与自由搭配的被动技能 后期还有多样的副本 让玩家可以享受这款游戏的魅力 目前游戏是测试当中 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 世界奇妙大冒险 对它是一款二次元的 幻想风格卡牌策略游戏啦 不过它这次的策略的玩法 比较不一样 有点像是战棋 又有点像是 算是即时回合制那种类型啦 好我们先来试看看 不过游戏是测试版本 那之后有可能还在做改变这样子 没有语音好可惜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画面跟那个风格是我更觉得比较可爱的那种风格 虽然不到像素风但是 嚣张的哥布林 然后这个人看他的感觉 然后又是护盾 应该就是我们的肉盾 啊哦肉盾不行撑不住了 好现在就是来了我们一只猫还有我们主角 你没事吧 我们原来是我们火焰魔法师哦 加入角色 有一个策略技能跟一个主动技能 诶两个主动技能哦 好进入了战斗模式了 战斗是排兵布阵的即时制 这感觉好 要点选嘛 这个之后一定会有快速跟自动啊 不然这样打起来一定 就是太久 但是玩法感觉还ok 本场最佳 哦这个图很可爱诶 我们这个火焰魔法师是不是 我们是莫名其妙被传送过来的 所以其实前面应该有一段剧情 但这段剧情可能还没有开始 哦这边有一个 好大家我们先装备啊 我们刚才得到这个魔杖 好走 就是一个小地图 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拿 我们要绕过他吗 还是遇到他 遇到他直接进入战斗 然后先用这个技能 一样啦 然后火焰 我打完还会士气高涨 所以因为他的那个排兵的部位啊 很多 我看大概有20格 所以后面玩起来应该比较好玩 只是不知道他可以放多少人物上去 好可以召唤啦 我猜前面这召唤应该是固定的 得到叫米娜 不知道他什么 潜行七夕 大概是刺客类型吧 好得到这个角色 所以现在有三个人物 先把它调整一下等级 走 精灵之身 所以看起来这样最多是五个装备咯 五个人物才对 嘿嘿嘿 所以现在是一个小RPG的概念 这边只有这个板子啊 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弓箭手 哇完了 来我们来帮忙了 现在应该可以排那个阵型了吧 现在应该可以排那个阵型了吧 不用他不给我排 直接打 打这个我也打不到 好吧 现在他的潜行点可以越过前排的敌人 我直接杀后排就对了 我直接杀后排就对了 大致上可能是这样的玩法 还可以啊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主角真的太帅了 我们看一下啊 贴 新手护服 新手护服 生命 护防 正常要选这个啊 因为我们的那个前排还没有 衣服可以穿 好装备 这样子吗 对啊 我只能给他而已啊 诶 这个装备每一回合都会结束吗 我刚刚之前不是有一个装备 没了 这可不可以上去啊 感觉这个地图是没有办法上去的 好可惜 这个叫做月亮宝石 好可惜排位置了 因为这个要去挡他 他吸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样子啊 他先暴走 先把这个干掉 刺客攻击力还是很强 其实这牌兵感觉牌的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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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 魔防 这个好了 盾牌那个前牌的话 越强 我们 又可以手下 嗯 他在干嘛 嗯 跑了 继继续往前 是吗 这样跟着剧情走吗 没有 这个小故事章节结束了 新地图 新地图 是蛮有趣的 好 这里是 但是 感觉他的脸就坏蛋啊 那眼睛细成这样 好 我还一个人而已耶 他会不停的制造机器人 不要练战 直接攻击他就好 诶 好 这样 我觉得这个打不到他诶 干打不到他 你看真打他诶 好 好可以耶 我那个刺客可以攻击 固定角色 就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用技能 攻击哪一个角色 弓箭手应该也是可以 最佳防守跟最佳进攻 最佳防守跟最佳进攻 然后才能过那个主线任务 夠夠 哇他人也太多了吧 所以他站位 站位不好誒 他先滾到後面去 我幫你把後面再幹掉 剛才有點手忙腳亂 這樣子的難度是比較夠的喔 新手 物攻 物防好了 我還是覺得物防還是比較好 我覺得你看每一局的到裝備都是這樣子喔 對不對每一局的裝備都這樣 火藍 他是有點那個look like的元素啦 喔還可以這樣移動 然後就還出手順序了 反而有一根繞過來 OK OK 生命一千二 出去了嗎 怎麼不快 喔這個感覺很兇 偉大的存在 應該就是一個BOSS的感覺 喔我們要得到第四位角色囉 不錯喔 所以我終於有雙戰士了 所以我終於有雙戰士了 他這樣 OK 他可以衝到後面 OK GO 然後這裡還可以調整這個戰鬥順序 我覺得我法師應該差不多這樣可以 欸 他有一個 另外大必殺技的Q欸 剩一個 所以最主要有兩個技能是可以調整的 喔第五個 槍手 所以要等到劇情到這邊我們才能控制五個人 欸 我想要這個人這個蠻強的欸 會不會他只是要我們 就是除個小錢才能用這個人物 可惡 過完了一個教學了 每日簽到 好 我們是時空冒險 時空冒險團喔 這個是可以強化是不是 強化 哇強化到7.8% 來突破囉 突破應該是可以學會新的技能 就是有一個鎖住的技能應該可以可以用吧 對 欸 還不行嗎 戰士騎士 迎者獵人 法師治療學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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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客在中 法師在中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戰鬥的話一定是他順序 我覺得法師可以在這裡 再增加起來 啊 應該要物攻的選錯啊 可以啊 這樣戰鬥模式就可以 可以這身上去 可以挑戰 可以擁有這個 可以可以先切招待 可以可以再進一次 可以擁有這個 可以擁有這個 再一次武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換一下 有嗎 有對位嗎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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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